小胞胎佩佩日前錄製節目時透露自己在4月初飛曼谷買房 買了一間收屋還有一間新城屋 他看好曼谷房市成長快速 到處都在蓋房子 所以一口氣就在曼谷買下兩間小豪宅 而他在台北市的黃金地段上有一間2000萬的房產 因為最近附近房價又開始漲 他覺得是個不錯的幻屋時間點 所以決定忍痛賣掉這間房子 不過他去一趟曼谷回來直接買兩間房 老公聽了也是傻眼了 他想說一般人家去泰國 不是都買芒果乾、大象包包 便想老婆回來先買房子 和佩佩也透露預計6、7月會再去看房子 等到買完之後再帶家人過去玩 而且這樣以後到泰國旅遊 要自住也沒有問題啊 麻煩了 親heart 宵 期待 出職